花莲县吉安乡以昌国校25号举办112年度春校联合亲子运动大会 在古镇表演后全校1到6年级加上幼儿园的小朋友 以朴素校园环境永续的主题创意造型排队竞场 陆续展开趣味竞赛等活动邀请家长共襄盛举 现场还有谭委宣导让运动大会有玩又有学 补班日25号的周六天气晴朗加上肺炎疫情相较往年已更稳定 加上宜昌国校112年度春校联合亲子运动大会 25日热闹举行在古镇队热闹的几股表演后 全校1到6年级和幼儿园小朋友 穿戴以朴素校园环境永续为倡议理念 结合课程的创意造型欢乐竞场 那是在疫情过后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运动会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竞赛项目 除了竞赛之外 我们场中央的趣味竞赛 我们也是欢迎我们的家长 然后志工和委员这些团体 来一起跟我们一起参加运动会一起同乐 那同时我们的运动会的 也有几个堂位来宣导 有读经学会的来宣导读经的一个重要性 那也有我们实际的一个志工来宣导 然后再过来就是我们的环保的志工团体 也有来 那我们学校自己也有所谓友善校园的一个宣导 环保的一个宣导摊位都有 那这边看到的是创世基金会的一个摊位 那也是属于这个义脉的一个性质的 全校一到六年级加上幼儿园 超过900位的小朋友齐聚 以Happ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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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为主题 除了创立竞场 还将校内的网球捉球填进成果融入舞蹈呈现 另外还有大人小孩的区位竞赛和大队接力 现场并规划创世基金会 赌金协会警察局等摊位宣导 邀请家长与社区民众参加 让春校联合亲子运动大会有得玩又有得学 记得蒋帮燕姐安相报导